冰糖葫芦源自南宋少西年间 当时的皇帝宋光宗赵敦 最宠爱的皇会妃生病了 他变得面黄肌瘦 不思饮食 宫廷医医尝试了很多种草药 都没有什么疗效 于是宋光宗下令张榜求医 一位江湖郎中接榜进宫 给贵妃诊脉之后 开了一剂药方 用冰糖与红果 也就是山楂煎熬 每顿饭前吃五到十枚 不出半月 此病必除 按照这个方子 皇贵妃服用后 果然如期并遇 皇帝大喜 一盏愁眉 这种做法流传到民间 老百姓索性把山楂穿起来卖 于是就成了今日的冰糖葫芦 你本来的冰糖葫芦 上来的冰糖葫芦